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诸国简史十分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蒙古帝国的建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2.蒙古国的现代发展 民主化与经济挑战 3.征服与适应 蒙古的历史兴衰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蒙古帝国的建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 那个让整个欧亚大陆都颤抖的男人 成吉思汗 以及他如何把一群散沙般的部落 打造成了一个帝国 这个帝国之大 连外卖小哥都得起码好几个月 才能送到边界 首先,我们得回到 12世纪末的蒙古高原 那个时候的蒙古部落 比现在的社交网络还要复杂 部落之间的联盟,背叛,争斗 简直可以拍成一部 比权力的游戏还要长的连续剧 而在这个混乱的舞台上 出现了一个名叫铁木针的小伙子 他的名字意味着铁一样的人 后来他被尊为成吉思汗 以为世界的统治者 铁木针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励志剧情片 他小时候家境并不好 父亲被毒死 家族被遗弃 他还被敌人抓去当过奴隶 但是 这位小伙子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不仅逃脱了奴役 还逐渐聚集了一群忠诚的追随者 成吉思汗的统一之路 可以说是用智慧和铁血铺就的 他首先通过婚姻联盟 巧妙地将自己的家族 和其他有势力的部落绑在了一起 然后 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包括建立了一套 以能力为基础的领导体系 这在当时的部落文化中 是相当革命性的 他还创建了一支 纪律严明 训练有素的军队 这支军队不仅能打仗 而且还能在战场上变换阵型 就像是古代版的快闪舞蹈团 成吉思汗的军事才能也是一决 他擅长使用心理战盒 骑袭战术 让敌人猝不及防 他的军队就像是草原上的幽灵 今天出现在这里 明天可能就攻到了你的后院 他还非常注重情报收集 他的斥后 就像是古代的间谍卫星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外交手段 成吉思汗最终统一了 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落 建立了蒙古帝国 这个帝国后来 在他的子孙手中继续扩张 一度成为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 总的来说 成吉思汗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军事天赋 还因为他的领导才能 和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 他知道 如何整合不同的人才 如何让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混乱的环境中 有着远见着实和坚定意志的领导者 也能够创造出历史 当然 如果你有一支能够横扫欧亚大陆的铁骑军团 那肯定也是加分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蒙古国的现代发展 民主化与经济挑战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蒙古国 这个坐落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内陆国家 它的现代发展故事 就像是一部草原上的肥皂剧 既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也有让人啼笑皆非的桥段 首先 蒙古国的民主化进程 这可是一出精彩的历史大戏 想象一下 这个曾经由成吉斯汉统治的帝国 如何在1990年代初 从一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华丽转身 成为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 这个转变就像是草原上的风 来得迅猛又猛烈 让人措手不及 蒙古国的民主化过程中 有个有趣的插曲 1990年 一场由学生和知识分子领导的和平革命 席卷了蒙古 他们在严寒的乌兰巴托广场上搭起帐篷 抗议政府的腐败和经济困境 这场抗议活动有点像是蒙古版的冰雕革命 因为他们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中坚持抗议 直到政府妥协 这不禁让人想起 蒙古人的任性不仅在历史上征服了半个世界 就连自己的政府也不放过 民主化之后 蒙古国的政治舞台 就像是一场多角恋的电视剧 各个政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勾心斗角 精彩分成 但是 民主化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蒙古国的经济挑战依然严峻 说到经济 蒙古国就像是坐在地下资源宝库上的穷小子 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包括铜 煤炭 金和细土元素等 但是 资源的诅咒也随之而来 经济过度依赖矿产出口 这就像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一旦全球市场价格波动 蒙古的经济就会像草原上的沾房一样摇摇欲坠 此外 蒙古国的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 腐败问题和外占压力等挑战 这些问题就像是草原上的沙尘暴 时不时地给蒙古国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不过 蒙古人是有韧性的民族 他们正努力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克服这些挑战 比如 蒙古国正在尝试发展旅游业和现代农物业 希望能够多元化经济 减少对矿产的依赖 这就像是草原上的牧民 不仅要放牧 还要学会种地 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总之 蒙古国的现代发展 就像是一步跌宕起伏的史诗 既有民主化的光辉篇章 也有经济挑战的艰难事行 但是 正如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所展现的那样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 蒙古人总能骑着他们的马 勇敢地迎接每一个新的黎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征服与适应 蒙古的历史兴衰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让整个欧亚大陆 都颤抖过的民族 蒙古人 他们的历史就像是一部史诗大片 有速度与激情 有战争与和平 还有那不可或缺的戏剧冲突 首先 我们得回到12世纪末岛 13世纪初 那时候的蒙古高原 部落之间的争斗 就像是现代社交媒体上的键盘大战 只不过他们用的是 箭矢和马刀 稍微有点血腥 然后 就在这个混乱的背景下 出现了一位名叫成吉思汗的男子 他的原名叫铁木珍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种金属乐队的主唱 但实际上 他是个统一蒙古各部落的超级巨星 成吉思汗不仅统一了蒙古 还开创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他的秘诀 一是他的军事天才 二是他的适应能力 他的骑兵就像是草原上的法拉利 速度快地让对手只能看到一道尘土 他们的战术灵活多变 能在短时间内 从集中突击转换为分散游击 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 成吉思汗的帝国并不仅仅依靠征服 他们还懂得如何适应和吸收不同文化 比如他们采纳了汉字系统来记录法律 使用波斯人来管理财政 甚至还有时候会在工程之前 先派个使者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优惠政策 成吉思汗去世后 他的子孙们继续扩张帝国 直到他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连续帝国 他们的版图从东亚一直延伸到东欧 这个帝国大到邮差都得起码跑一个月 才能从一个边境跑到另一个边境 然而 正如所有的帝国一样 蒙古帝国也开始面临兴衰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蒙古人开始逐渐融入他们征服的地区 他们的统治变得更加分散和地方化 到了十四世纪 蒙古帝国已经分裂成几个不同的韩国 每个韩国都忙着和邻居打架 或者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争夺权力 最终 蒙古帝国的光辉逐渐黯淡 但他们留下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他们的征服和统治 改变了许多地区的历史进程 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甚至还影响了全球的贸易网络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在享受快递小哥的便捷服务时 或许可以想想 这种跨越大陆的快速配送 其实在很多世纪前 蒙古帝国的驿站系统就已经开始实践了 只不过 他们的包裹可能更多是箭矢和战争通告 而不是你的网购商品 嗯 历史总是有趣的 不是吗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蒙古帝国的建立 和蒙古国的现代发展 成吉思汗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混乱的环境中 有着远见着实和坚定意志的领导者 也能够创造出历史 蒙古国的现代发展 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 既有民主化的光辉篇章 也有经济挑战的艰难失航 蒙古人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适应 他们的影响延续至今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和问题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